欢迎收看6月20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老人化的社会 政府还有社会大众都注意到 银发族的相关问题 以三峡北大社区来说 几乎都是独立的社区大楼 如何从社区里来做好老人照顾 带你来看到大楼住户是自发性的 发起老人会的组织 不但是帮长辈们来安排活动 在其他时间 大家也可以聚在一起聊天 彼此都有班 他给我讲的就是 招了很多人 老人家都不知道十几岁了 那你们当初有讨论过说 为什么要去成立这个老狼会吗 因为老人要计会一下 有什么计餐啊 计会啦 那个里长都讲了 主委也讲了 新高采烈说这社区老人会成立的故事 陈文雄号称是永远的会长 八年前这些老人家陆续搬入 三峡北大社区的集合式大楼居 原本大家都关在自己的家里 过自己的生活 后来社区主委也是龙恩里的里长林父子 提出建议要来组织老人会 为阿公阿嬷的退休生活着想 林父子做主委的时候 他就叫我们说 经常你叫来叫来叫来 你这六十五岁了 叫来一记一记 我每天在那个客厅嘛 进来的时候 来大家好 这样子 他说你这样子就简单啊 我就马上 五月几号马上登记 两天就是一百多个啦 非常多 他说为什么这么快啊 我说没办法 然后一个薛先生 他说 靳先生你全你老的还不行喔 他说早上八点钟 可以看那个报纸 下午两点到五点 喝茶 好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集合式的住宅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社区 真的有很多的老人 那当年轻人出去上班上学之后 这些老人家待在家里 他能做什么呢 就是看电视 不然就是开始哀怨 然后觉得自己的年华老去 那可能就会生病 然后就是去看病 每天过这样的生活 那当然就是老人家开始身体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他心里面也会开始落寞 那他可能需要学习 但是他提不出镜 他可能需要运动 但是他没有办 他可能需要说话 但是家里没有人 那长期以来老人家就会越来越衰老 所以他必须要有同伴的同侪的刺激 带他彼此学习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希望说 社区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 那平常是闲置的 那应该是开放给这个老人家来使用 老人会成立了 老人家可是很开心的聚在一起 除了聚餐 还有举办很多休闲活动 让他们年轻又乐活 而且大家彼此之间作伴 虚寒问暖 这样的好情依 真的让很多长辈 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 没有上来的时候我就问一下 诶 这个警惠说什么人没来 我就去安店里 就来看一下 他们就看到我好高兴 你现在正在外面那八九十几岁 看到我一定给我 不管男女老幼 不管他是中红楼什么 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邻居其实 尤其是老人要有伴吗 对对 老人伴 谁来说老人要有伴 老人没伴 你就寂寞啊 你不要年轻人要有伴 我说老人 有伴 聊天啊 说一说吃铁开钢啊 事实比较好够啊 对不对 来这里和大家聚在一起 感觉如何 我们这家宿兵大家都很好 大家都会照照顾 有的男人 问题最多 都还会伴来给我吃 哦 这么贴心 对啊 我现在跟我们先生 两个住家 小孩没有住家 假日啦 还是过年过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回来 所以没这家宿兵 其实也很高充 对 我们早上而已 我们就遇到了 以社区大楼来说 善用空间成立老人会 不仅阿公阿嬷 可以三不五十聚在一起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照应 这也像是政府单位 极力在推动的 银法俱乐部 让这些老人家们 能够有合适的休闲活动据点 中江新北新闻 三峡采访报导